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这边呢也学到了 如何让声音可以变得更圆润 音可以变得更浑厚 让我能够在播报的时候 有一个好听的声音 让人家会想要继续往下听下去 我以前总是不知道 要怎么把一个东西表达得很清楚 讲给对方听 但是梦醒老师教我们的PREA的方法 我学到了要先讲重点 再来讲原因 然后举例 最后呢是叫人家怎么行动 这个表达方式对我的生活非常有用处 让我能够在跟家人还是朋友表达 要推荐一件事情的时候 让我可以表达得更轻松 不再会觉得好像人家听不懂的样子 在这一天我终于站上了主播台 播报了自己的新闻 让我感到非常非常的开心 在这里 我觉得我学到的不只单单是一样的东西 我觉得我学到的是各方面的收获 谢谢TVBS带给我们这么多的欢乐 也这么用心的准备这个营队 我在这边学到了很多东西 自信也比以前更增加了 我不再害怕失败 也不再害羞 上台也不再害怕 我可以勇敢盯着镜头 TVBS让我的暑假不再是无聊 让我的暑假可以有一个满满的收获 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 TVBS小小主播营 跟我一样有自信哦 海外 水 母带O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